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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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鍾康還有女友KIKI 最近在關島完成中秋大使 我們今天請來當天 參加婚禮的明星們 他們每個人都還沒有 在參加妥中夯的婚禮之後 他們是不是也會有想過的念頭呢 今天來聽聽他們的感想吧 演藝圈最近如果流行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被送到島上面 去參加別人的婚禮 今天來了五位這樣來賓 哈囉 你們好 你們這次去參加的島嶼婚禮 長達五天 五天四夜 五天四夜比一節那個還久耶 我記得好像是三天兩夜 你們什麼時候回來的 前天是禮拜天的禮 早上七個半 八點半吧 八點半 然後全程就是康哥付錢嗎 全程招待 全程頂級的 我們還住了兩間六星級的飯店 所以藝人一共去了關島幾位 十幾位 因為藝人是九個人吧 九個人 我們五個 還有陳維銘 小馬 小馬 Junior 高山峰 Junior Vicky姐 十位 十個藝人 所以有帶伴的人是誰 她 黃小龍 我沒有 Mountain 高山峰跟她太太 對 你沒帶嗎 沒有啊 我的伴就是她 NONO不是有一位女友嗎 有啊 還沒公開 還沒公開 已經被報道了啊 真的 有啊 我剛才讀到資料啊 對 有啊 所以那位你沒有帶去關島嗎 沒有 因為她在工作 OK 她好像是諸葛亮先生的表演的 開場嘉賓是不是 接下來會發片是不是 有 她整個四月也會宣傳 那她發片的時候 你要陪她一起來嗎 沒有吧 所以是有要取她的意思嗎 取她喔 看看 這樣會不負責任講話 因為不負責經典的那個氣氛 你是沒料到 我們會聊這件事是不是 不會啊... 我很大方的 OK 然後小柔跟Jr在關島 已經擺明了就是在一起了嗎 很親密是不 還不錯啊 土宗康先生有承諾各位嘉賓 去了以後就是有很多的酒 跟很多的菊嗎 沒有耶 她不用承諾 就一定是這樣 對啊 因為她就是這一類的 她就是這樣的人 可是她很忙啊 對啊 因為她又要拍婚紗 她五天四夜幾乎只有睡 最後一夜才真的有陪到我們 然後坐下來吃飯 講話 聊天這樣 其他時間她都很氣 因為她在很...她穿婚紗 然後穿西裝 好熱喔 然後在沙灘這樣 我們在旁邊游泳吃 夜 喝酒 然後在旁邊 就在我們旁邊一直拍... 來 笑...來 很好... 然後我們就... 然後那高端風還把褲子脫掉 然後就露出屁股這樣 有... 她在拍照想說 那什麼東西 可是她為什麼要脫到 這個時候才拍婚紗照 沒有 但是就是要在... 就是要在關島拍 對... 對你們的招待包括一些什麼行程 就是陪我們一起玩 陪我們一起聊天 他們有招待他們去一個船 帆船 對 女生沒去 對 做男生 私人的那個遊艇 女生沒去的原因是 記者都在啊 沒有啊 女生都怕曬啊 所以都做男生 她也不能去啊 我是不怕曬啦 因為她也不能去啊 因為她怕雨啊 她看到已經要昏倒了 對啊 我們看到外海 然後把她丟下去 她不是瘋了嗎 她說 我們又浮錢 不是 沒錯 但是其實我很想去 但是就是因為太多人在 我不好意思 拖比基尼在那邊曬 然後就在那邊玩 想要帥 所以男生被運到船上 是已經船上備有一些漂亮女生嗎 沒有啦 記者都在上面 記者都在上面 所以記者們全程都在陪著你們 唯一的娛樂就是虧記者而已 對啊 虧記者 那你們猶猶的時候 記者都在嗎 也在啊 那你們怎麼喝醉啊 沒有… 我們是私人的那個 就是公開的行程 康哥有時候要讓他們拍的 他們會跟著去 其他的私底下行程 記者就沒有跟我們 我們到機場 當時都有想說就先買一瓶酒 不好意思說去那邊讓康哥 買太多單 關島酒還滿貴的 關島酒很貴 然後我們每人就買了一瓶 然後一到那邊 第一天大家就都還滿保守的 想說不要鬧… 然後我們到了已經去早上 然後早餐 大家就集合說 不管 我們一定要吃早餐 然後就很累啊 好…就吃早餐 然後去吃早餐 就只有小馬哥很High 我們來關島啊 然後他就直接把那個 他就外景主持人對不對 然後就把雙倍威士忌 然後就是放在桌上 早餐喔 早餐 他每個晚上都醉到回去 我跟他一間是飽 他是掛掉 他是掛掉 是賣那個雞賣到壓力太大嗎 不知道 不是 你說順時劑嗎 還是... 轉身機... 我們是在婚禮的前一天 我們去沙灘嘛 然後我頭痛看看 他們也是在另外一個沙灘拍照 然後我們就去到那邊 然後就開始玩水 然後那個有很多水上奢侈 有那種獨木船什麼 然後他們就剛好有一個那個 就是單人的那種帆船 就是要搬到那個沙灘上面 因為他們... 對 然後那個當地的人 就在那邊看一看 就看到小馬 哈囉 咪咪咪咪 然後小馬說 叫他就過去了 哈囉… 就叫他幫忙搬 然後就叫他當地人 他就叫他去搬那個船 然後那個Vicky啊 就好像就一直拍他… 以為他是當地人裝什麼客戶 對 Loco 然後就被他中這個 暗融路當地人 對 他就有台信心 他們內… 他們內 我受不了 對 早餐就喝酒 為什麼 他就在那個Duty Free 買了一個那個Double V 他買兩瓶 他買兩瓶 然後再送一瓶小瓶的 然後我們四點多到 然後六點多一Check in 他就跟我聊 閃撞機大概聊了一個半小時 對 然後想睡覺 好 那克帆 然後就帶了那瓶威士忌 就要去吃早餐了 然後我就跟著他去吃早餐 對 然後這件事情 我非常不能諒解馬國賢 因為我一直以為我去 我們二十幾年的交情 我應該會跟他同一間房 對啊 但是他卻選擇了 這個非常擅長韓語的綠茶 為什麼要選韓語 他就是根本就是 假借參加康哥婚禮之時 去關島把韓國妹 對 關島有一半可以講韓語 一半是韓國女生 一半是日本女孩子 對 很多 所以你是伴郎 我是伴郎 幾位伴郎 我跟馬國賢 兩位 兩位伴郎 聽說伴郎的服裝 你不太滿意啊 我那個西裝很大件 對 因為如果再小件的話 我會崩開 然後就是要大件一點 所以看起來很像那個總裁有沒有 那個婚禮公司的總司 所以有哭嗎 你們伴郎 我跟小柔差一點 全部的人都哭啦 全部人都哭 哭最厲害的就是維平哥 曾維銘是哭最厲害 我真的真的知道 因為他坐我左邊 然後我右邊是小馬 然後小馬又是全程的基督徒 我們一進去那個教堂裡面 他就開始覺得 他就開始… 哈利路亞… 然後就很感動 就這樣 小馬一直在醞釀的氣氛 然後我就看維銘哥…就 我說 然後他就講章話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他就開始哭了 為什麼 他在那邊開動 他在那邊小剛剛覺得 他跟他好幾十年的兄弟感情 他覺得太厲害了 我們這幫兄弟就在一起 沒有 開始哭更慘 門一打開 他就哭 門一打開 頭上槓怎麼出來他也哭 新娘子他爸爸牽他 他也哭 吃飯的時候 記者也在旁邊一起吃嗎 一起 那就要一直聊天囉 國賢會去陪記者聊天啊 國賢跟綠茶會就好 對啊 要聊什麼 就隨便亂亂他啦 對啊 就隨便喝酒 我們來喝一下 你們來這邊都不敬業啊 沒有好好採訪都不跟 因為國賢哥到最後他已經悶壞了 他真的把不到被悶壞了 我跟你講 整個關島最正就是黃小樓跟Vicky 你說慘不慘這一次 幹嘛這樣 還有Vicky他女兒好不好 然後他就馬國賢要去跟那個 那個什麼 聯合 小白 不要在那邊亂講 你們去報就要去把妹的心情 參加人家的婚禮嗎 沒有 有的人心情不是這樣 像我跟維銘哥睡一間 我們兩個就可能年紀大了 我們就很享受這次的行程 因為我們兩個睡一間 然後瑋哥他有習慣就是 他晚上都會念經 真的還假的 楊哥真的還假的 他是念經 小馬是刮人 他一大肌腸的刮一串 很大串的佛珠 超大串的 然後我就看那個老頭說 你是後面有人跟你嗎 你為什麼會帶這麼大串 然後那個佛珠拿下的一串 裡面還有一個那個符有沒有 紅色符 然後他每天晚上的時候 坐在船上 然後就 然後我就本來打開門 維銘哥快點機了 我就不敢講話這樣子 然後每天晚上都固定 對 念差不多20分鐘的鏡這樣子 那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 沒有 我就去外面逛一逛還是幹嘛 那我們兩個就是 早上我就會叫他 維銘哥起床要潛水了 潛水… 吃早餐了 吃早餐… 去泳池游泳 我就不是開幕喔 對 有一點是當感覺啦 因為他覺得跟我住一間很棒 我會把那個程度安排得很滿 對…維銘哥 換頭鞋 身太陽了… 身太陽 所以你們從來沒有淚掛的時候嗎 只有喝掛 沒有淚掛 整晚 就是一直有休閒的活動 你們都排開所有的工作 就這五天 四夜就是大家一起玩 對 超嗨 很開心 就是第一天其實就很期待 因為剛到關島那個晚上 就康哥他也喝嗨了這樣 就是可能要帶我們去一些 就是有可能有 好玩一點的 特別一點的這樣 對 然後我們每一天幾乎都在拉比卡 每天晚上都在集合 都在期待 黃小柔跟Vicky 那就回去吧 你說這兩個女士 耽誤了你們的玩樂行程 連明天是婚禮嘛 那今天晚上的派對是不是 單身派對 好 又看到黃小柔 哪有 哪有 你們到了之後 如果沒有女士打擾你們的話 你們就會去深色場所 你知道克帆哥到最後 還是有人有去 他最後真的很誇張 就是我們就後來就開車 因為我們都在市區吃 所以我們都用走的 然後突然有一天 我們就是坐車要到韓國餐廳吃 然後開著開著開著 克帆哥就忽然大叫說 我看到霓虹燈了 就很像那種 深色場所的那種霓虹燈 我就哇 好興奮… 然後我心想說 我就只有霓虹燈嗎 我說哇 我好興奮喔 我看到它我就High了… 我看到綠的跟紅的對比 我整個人 是 有些藥房也是霓虹燈 不是 禮法院也是 還有紅綠燈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有一點高潮 有點興奮 就是我們在那個… Lobby 看到一個 她真的滿漂亮 可以選關島小姐那一種 小馬就晃過來 怎麼樣 哪裡 正妹 她就去哈拉囉 然後就把她帶過來喔 是醉了嗎 她 沒有…那時候她還要吃 是以當地人的方式嗎 可是她跟我拍照的時候 我被嚇到 這位美女 對 因為她實在非常的豐滿 她是哪裡人的 關島人 Local Local 然後那是白皮膚那一種 然後她就 一般拍到我們男生是這樣嘛 這樣拍 沒有 她是直接摟住我的腰 她整個胸部這樣靠上來這樣拍 是不是男的 沒有…是女的 女的喔 國賢看到福利這麼好 國賢就也要求 主動就要要求看 我好想哭喔 你們現在看到婚禮 然後再跟我表述 最後一天在拉比 遇到的一個莫生婢 對啊 陳惠銘貼心護人妻 高三鋒卻意外中見 這樣 然後陳惠銘看到 不…她跳 然後陳惠銘就幫她老婆 妳不要到…我幫妳推這樣子 所以我跑妳的時候 然後就是 那一天 她喝醉 她喝醉了 她喝醉了 她就開始就開始拍桌就說 Sara 從今天開始 妳就是我們家的人 很好 我照妳 她如果欺負妳 她如果欺負妳 可是你說馬國賢 有一個很白目的接話是什麼 在手中間切結婚蛋糕的時候嗎 吃Buffet嘛 吃完之後他準備切那個結婚蛋糕 因為我去那邊五天 幾乎都是在醉的一個狀態下 我從第一天中午開始就一直在醉 醉到最後一天回來我還在醉 所以我還很怕說我不記得 我有去過關島這件事情 她就切蛋糕切的時候 我說謝謝大家 雖然我這幾天呢 這個跟Kiki呢 幫她歡禮 我們是很溫馨 謝謝所有親友的參與 雖然有一點累 然後她準備要想下面的話呢 那國賢忽然就出來衝出來 說了一句 對… 對… 然後康哥那個結婚 切那個蛋糕的刀還拿在手上 就會這樣砍啊 你不應該...你不應該插嘴啊 因為正在溫馨醞那個氣氛 說我們真的很累 他可能後面會講說 但是我很謝謝你們來 應該要接這句話 他之後就很大聲 那你快去脫啊 就這幾天其實 我還好吧 我還好殺 都是馬國賢啊 所以小柔 你什麼時候看到 頭中康第一次開始發出怒吼聲 第一個火就是Junior 因為我們剛剛下飛機 然後Junior就先跑出來 跟我們在外面抽菸 然後他一個人推一堆行李 然後康哥一下子 不是啦 他… 對…然後罵完之後他罵高山峰 因為他老婆 大肚子 大肚子 然後出了機場 然後他們又帶行李在那邊拖 然後推到一半 看到大家抽菸在抽菸 他老婆大肚子在拖一行李 這樣 然後程維銘看到 對… 然後程維銘就幫他老婆 你不要到…我幫你推這樣子 對 程維銘是整個旅程 最有人性的人了 對… 她是救她隊長 而且你知道就是 那個Single Party的時候 然後就是那一天 老婆就喝嗨了 她就開始就開始拍桌就說 Sara 從今天開始 你就是我們家的人 你… Sara就… 對… 然後Sara就… 然後她說 你也接著我電話吧 我電話多少 然後之後她快速 背出她的電話背完她說 很好 我照妳 Sara好可憐喔 Sara好可憐喔 所以Sara還是一樣 維持她幽靈的個性 有 她很棒 沒有 她很棒 你看她後面的感覺 你看後面那個光是自然的 超美的 對 自然的光 就是只有那個樹 那個是燈而已 對 後面那個海面 還有那個沙灘 那個顏色 是真正沙灘的顏色 就是夕陽剛沉下去的 余灰反射的天空 超美的 所以高山峰這一次有變得 感覺很像是 Mango啊 不要變很多 她變化化的感覺 你到第一天的時候 你會說她沒有幫懷孕的太太推 沒有 只有那一刻被罵醒了之後 後面整趟都很… 全程都可以在旁邊 標準的人數 第一天老頭就… 因為老頭沒有看過她 然後第一天看到她的時候 她就這樣 高山峰怪怪的 我跟你講 她真的怪怪的 我說哪裡怪 她不是這樣子 沒有 她是整個就不對嘛 我說喔 然後到最後一天 我真的覺得 她現在很幸福 Man啊 又哭 就又哭了 沒有用 她有在很忙於籌備所有的細節嗎 她很忙 超忙的 所以她的情緒很緊繃對不對 很緊繃 我那天大概十歲三小時 兩三個小時 因為她都在忙些什麼 拍婚禮 她要拍照 而且駝媽也在 駝媽81歲了耶 武功大哥也來了 對 然後她的大長輩也到了 然後她的子 子女啊 對 然後她要安排婚禮那天 還有記者們 我們的車子 車輛 因為她租了那個 家常型的漢馬車開始坐 還要告訴國賢 你吃伴郎 千萬不要吃到 整隻狗出現的 對 就類似小事她也要管 所以最常吃到要吃馬國賢嗎 她啦 你看我們這個車 好長喔 很厲害嗎 沒有結尾的感覺耶 對啊 有點像 加上新的漢 我跟妳說 新郎是高山峰啊 對 她 對 全部的人 她穿粉 全白粉紅色西裝 全白粉紅色西裝 你們的那個燕尾服是 自己帶去的嗎 還是當地的 張克帆看起來真的很勒耶 很勒 就是整個樣子 對啊 那個領潔好像 對啊 我有跟陀仲剛剛說不好意思 把妳的婚禮搞得好像 黑道尋仇 因為整車這樣子 對 對 這真的很不像在島嶼上的婚禮耶 高山峰滿像高林峰耶 誰 高山峰 小馬就比較近跡 不是 小馬穿全身的那邊 你知道嗎 我都以為她是開日 她像不像3D的關島人 所以教堂是下午 對 下午 大概四 五點 然後晚上還有一個 婚宴 所以 所以大家島嶼的婚禮 好像都大同小異耶 對 那在沙灘上進行的還理想嗎 還不錯 我覺得綠茶表現得很好 沒有吃到沙嗎 就是康哥就是讚譽有加綠茶 連妥媽也特地清點說 以後要碰綠茶 怎麼說呢 因為那一天 就是我們 我跟綠茶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的朋友叫教練 我們三個人是管PA的 康哥就跟他講說 好 你可以放輕鬆了 好 那你去換歌… 然後他就 他就一換歌他就很興奮 當然他就把他那個 小賈斯汀拿出來踢 然後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整個被上身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衝到就 大中間就開始Come on 對 然後就因為Come on 然後大家就衝衝衝衝 就準備看綠茶 然後他就這樣… 他帶動大家跳舞 別的客人有很捧場 你們這樣的表演嗎 剛開始的時候 在他自己一個人在跳的時候 康哥其實已經要炸掉 然後可是突然妥媽就 他就哈哈…就笑出來了 然後後來康哥想說 真的好像還不錯喔 現在這氣氛 因為前面有點悶了嘛 這氣氛還不錯喔 然後他這樣看著綠茶就… 然後綠茶就被肯定到 他就這樣… 然後他一直衝到 毛起來跳 他就衝到妥媽前面一直… 對 後來他媽媽寫給你 然後妥媽就一直… 然後後來就那一天晚上完之後 康哥對他讚譽有加 他說從今年開始他要開始捧綠茶 力捧 力捧綠茶 我覺得土中上聽起來很變態 他幹嘛 管那麼多的行程 他如果安排的行程 你們跟他講說 不想去他會生氣嗎 對 他會這樣子 他幾個禮媽寫 他那些什麼東西 又說帆船出去玩 然後… 然後浮潛 還有去烏仁島 就是一個辛沙 不是萬一宿醉怎麼浮潛 還是可以潛拿 還是有人起來潛 他都喝到三點 早上七八點去潛 喝到凌晨三四點 早上八點去潛水 你內心真的想潛嗎 這個很厲害… 對 他連去潛水也想大便 好糟糕喔 所以他去潛水大便之後呢 他就跟那個 潛到一半 我們就開始要上去了 他就跟那個什麼 教練說 其實他肚子有問題 然後我們就上去 沒有 他還不理我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水裡面 如果不舒服的話是這樣子 我就說我這邊這樣 他就說 我說 我又站在水裡 我就把眼睛擠在那個挖前面這樣 我想不住了 他就說趕快上去 我背著那個時工業的裝備 我們從海裡面一路跑 跑到岸上了 然後又跑到廁所 旁邊也來不及脫下來 我就直接放到那個 我的馬桶旁邊 盪下去 然後就一敷一敷 而且我穿那個潛水已經是 要從後面拉 我又一直拉到那個線 我就又要上 我就直接很急 一直拉… 拉下來 我就一坐下去 撒那個整排好多事 你整個人好丟臉喔 對啊 最終外面還有幾個美女 在外面在那邊 那個沖水 整個好尷尬 發生什麼事 急救人 這個行程當中 大家並沒有一直都處於那一種 說浪漫浪漫 然後什麼幸福幸福那種 浪漫那個就在教頭 當天 結婚前一天的晚上 我們在他單身 單身派對 對 那個晚上大家有感情 他認為那單身派對 太令他失望了 失望透頂啊 對啊 應該沒有女生 你以為是會有脫衣舞的那種 單身派對啊 對不對 應該要狂歡的 這商店不斷 五天吃不斷看到Vicky 所以單身派對要 有精采的團結嗎 沒有啊 還看到維銘哥喝醉 打毛錢的頭啊 就是什麼 那他們兩個試交嘛 董東康的表現怎麼樣 康哥就一直 兄弟啊 兄弟就這樣子 他滿感性啊 他有講一段話 他就說從今天開始 我就脫離了就是 單身的這個行李 然後我真的就是變成了一個先生 因為他有說那個馬子狗嘛 他說我今天多了兩個位階 我現在是太太狗 然後我們女生在旁邊 聽說很感人… 然後後來突然講了一句話 老頭直接拍桌罵髒話 因為康哥就說 我是太太狗 所以從今天開始 讓人幫解散 讓字幫解散 對 然後從文明拍桌的原因是 還有我一個人 我要撐下去 好可憐喔 這就是他的… 這就是他的單身派對 可是還有你們啊 可是火仲康自己有哭嗎 這幾個意思 他反倒沒有 他很堅耶 對 他婚禮的時候他… 我感覺得出來他忍住 所以教堂那一段 應該是大家哭得最慘的時候嗎 對 幾乎大家都感動 那個教堂好像是對著海是不是 很漂亮 無敵海景 它是怎麼樣 就有一面是 就像這樣子 大家看出去就是海 而且我們前面採牌啊 我光是他那門一打開 我們看到裡面的時候 整個雞皮疙瘩全部起來 一定的 你到現場一定會感受到 現在你看到的那個走道的 下面是一個強化玻璃 全部鋪滿了 白玫瑰 黃色 粉紅黃色 粉紅黃色的玫瑰花板 然後前方就是海跟天 我唯一覺得詬病 就是因為我是伴郎 我走第一個 好 完了以後 站好以後 開始要說那個 牧師要證詞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可以坐下來了嘛 等我坐下去的時候 我聽到椅子有一聲 嘔嘔嘔嘔 我說 如果我等一下婚禮 你把椅子坐斷 你願意終身照顧他嗎 啪 這樣多丟臉 我全程都是這樣半端的坐 小馬畫家就聽不了 莊克帆氣炸了 聽說你在關島 所以受苦的事情是 小馬太愛這邊畫了 他畫家都可以開了 把他關不起來 再喝一點酒的時候 畫更多 你知道嗎 Apple Party那個晚宴唱 我不是唱 And that's when 對 然後全部人都開始接 結果小馬就 小馬太愛 我不是唱嗎 小馬明有任何講評嗎 比方說什麼事情觸動他什麼 他就覺得他始終覺得 一直很感動… 他覺得途中剛結婚 是他這輩子最感動 所以他自己有一隻男男之語 說好感動的 他沒有 他就現場一直哭… 他就一直哭 他有沒有一點是在難過自己 還單身 其實沒有 他也覺得這一趟 可以來參加覺得真的是 滿好的見識 你們這幾位都大哭嗎 我們沒有到大哭 但我轉頭看一下 後面的人都流眼淚 連高山峰也哭了嗎 高山峰在我們右前方 高山峰哪有啊 他前面講證詞 他在後面聽他老婆垃圾耶 那個是記者在訪問的時候 對啊 他很誇張好不好 全部人 都原來就有一個人 在酷酷的在我旁邊 他就戴著墨鏡就這樣子 好像是保鏢在旁邊 而且他完全 對 安全的感覺 他就戴著墨鏡在那邊 就站在旁邊 可是也不知道他在哭完沒哭 結果大家都已經哭完了 他坐下來這樣子 直接把臉淚擦乾淨 對 所以教堂這一段之後 就是晚宴 然後婚禮也是就告一段落 對 告一段落 那個妥太太她都什麼狀況 她 她是一個 她比較一個神秘的人 沒有 她… 她不熟 她不太聊天 她很不妥媽媽 她就這樣跟妥媽媽在一起 那她情緒有上來嗎 有沒有 她看起來很屁事 有 她其實是 她一直覺得說她很緊張 因為記者一直在發問問題 她又不是圈內人 然後她又一方面擔心自己的婚禮 然後一方面又擔心她的朋友 她招待不走 然後媽媽也在 然後後來妥媽有特別交代 就是說在婚禮的時候不准哭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這個是圓滿的感覺 你流眼淚就是不… 所以妥媽媽也這麼嚴格 對 然後妥媽 那一天結束的時候 我還走過去問妥媽說 妥媽妳好嗎 我說婚禮有沒有很開心 她說柔柔 我嘴巴破了 我說妳怎麼我嘴巴會破 她說沒有 因為我想哭 但我告訴自己不能哭 所以我就咬自己的舌頭 對 需要狗人叫嗎 他們家都很軍人的風格 對…非常軍人 所以真的新娘是怕婆婆 就不敢哭嗎 她是會希望就是圓滿嗎 不會大腿旁邊都黑色嗎 妳知道嗎 還是會希望就是 如果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習俗的話 她也希望就是遵守 這樣子的習俗 她希望圓滿嘛 所以妳們也要很尊敬那個嗎 我們就都不敢哭出聲音啊 就是真的就是要落淚 然後你看到康哥他已經憋到就是 眼眶已經紅到一個 就是他一直在憋在憋 而且尤其是有一個大... 那個五個大長輩 幫他簽字的時候 他突然喔 就是突然一轉頭 小康 我簽啊 他講完的時候全場就這樣 然後老頭就... 他一直就宣告 康東康你現在已經 已經是老婆的男人 對 很感人的那一種 所以這些環節是誰設計的 沒有 他突然... 可能教堂跟新人他們... 在關島是這樣 因為他的教堂 他的那個教堂結婚的地方 跟婚紗公司是一起的 一套的 因為是專門給那個 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婚禮這樣 所以這個是你們目前參加過 最浪漫的藝人婚禮嗎 是 超浪漫 是 沒錯 然後最後 但康哥還是不改他的本色 他就全部整理結束之後 他還是這樣 那個意思我懂就是 怎麼樣這個 很厲害 很厲害 就是我的作風這樣子 所以他在之前籌備期 有跟你們講很多壓力很大 或者跟太太吵架這些嗎 沒有 吵架倒是沒有 但他說他壓力挺大的就是 就是為了組織 不太跟太太吵架的人 他們都是用溝通的 要不然就是用那個E-mail 爭吵的時候就用E-mail 或者是用寫字的 所以他拍出來這些婚紗照 你們都還沒看到是不是 還沒… 他在拍的當中我們 因為他拍了兩個地點 我們剛好都在旁邊玩樂嘛 他在拍照我們在玩樂嘛 所以我們都有看到這樣子 康哥還被那個攝影師 被迫做那個 他就把褲管這樣踢水 在那邊踢水 躲中康裡踢水 天啊 那攝影師是哪裡的人 那你撥一下水啊 婚紗公司 是這樣嗎 對 他們有跟那攝影師發飆嗎 照做… 其實他很愛他老婆 他覺得女人就是想要這種 看男人踢水 沒有…他就覺得他一定要 女人一輩子就希望 最浪漫的婚姻 最浪漫的婚禮 然後他覺得他既然想要怎麼安排 他都順從他太太 在關島有感覺到要結婚嗎 有 當場那個感覺 我是有想要去 想要結婚 有啊 回來的第一天 第二天晚餐的時候 他就問康哥說 康哥 你這樣辦這樣一個島嶼 到底要多少錢啊 我想… 你說綠茶還是Jr 他只隨口問問問吧 對啊 沒有 真的… 如果要結婚的話我想再關島 你有固定伴侶嗎 你有固定伴侶了 有…有訂下來了 對 你有訂下來了 其實有固定的啦 固定的 對 圈外人嗎 對 圈外人 所以如果他也有小孩 你也是馬上就要訂婚的那一種 是不是 是啊… 所以等於說浪子幫 都是要被小孩收服的 沒有 當然不可能會這樣子 當然就是 我想要說兩年後或三年後 就想要請 就是總之間 一定要好好對待人家 沒有… 我是先把工作做好這樣子 OK 那所以你們覺得下一個 最快的會是綠茶嗎 還是是NONO 應該是NO哥 對 我 我可能是你們吧 你啦 你還看人家 我覺得汪建民 可是你不是跟Jr一起去 應該兩個人都感受到 這種結婚的樂趣啊 我覺得我反而是更了解說 真的要辦一個浪漫的婚禮 真的是需要很大的 雄厚的資金跟後面的 背告所以 可是Jr都沒有在途中說 我們乾脆也結婚吧 沒有啊 你不一定要雄厚之金啊 你不一定要弄這種 五天四夜的熱帶導演 不是啊 因為我們兩個算是 比較理智那種 一定也覺得到墾丁啊 或者是就是在台灣 對喔 那天怎麼忘記了 淡水也可以喔 對啊 說不定那個 神父的時數還沒到 你說 時數還沒到 我會順便報名這一下 對… 所以你跟Jr在關島 都沒有那種說 我們兩個也趕快結婚的 這種衝動 沒有耶 而且我還有問他 就是因為我們在結婚 前一天要先去彩排 然後先看整個流程 他有放錄影帶給我們看 然後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被感動到 什麼錄影帶 就是他有一個標準流程 就是你新人要什麼 從開始走進去 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什麼時候戴戒指 什麼時候簽那個結婚證書 他都有一個標準流程 他會給你看袋子 因為他們是一個日本公司 所以他們就很專業 然後我在看著當下的時候 我就跟小柔說 你乾脆啦 就是下個禮拜你也病 然後這邊就直接結掉就好了 一起辦掉就好了 他就很理智說 再看看 他突然讓我感覺好像跟 君的感覺好像是不好的 可是看他們兩個 又每天都那麼甜蜜 你知道嗎 就很討厭 所以馬國賢 你有在後悔你當初 不跟那個長期的女友結婚嗎 我以前沒去想過這個問題 可是這一次我去 我真的有被感動到 而且是有一個 很強烈的一個感受 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小柔 我看到康哥 然後又看到盲騰 他們這樣子 我突然一下子就覺得說 我應該是 這次應該是要帶著伴來 而且也是應該在 短期之內 應該就要趕快完成這個 人生的大事 我第一次感覺這麼強烈 可是你現在手上沒人 現在就沒有人 聽說你跟克帆 現在找得到的妹 都跟你們差20歲是不是 差20歲以上 所以你在關島憋壞以後 回台北有大開殺戒 隔一天 隔一天 也沒有大開殺戒 但是就是一定這局不會 因為我不知道他悶壞人 因為我去那邊 我每天跟他們喝我都很開心 結果他後來我們回來的那天 對 太累了 所以就睡一整天 就隔一天 然後他就打電話來說 晚上…我跟你講 一定要… 我說什麼一定要 一定要出來 好好地玩一下 我這裡五天 悶到一個爆掉不行了 我說那怎麼樣 他說我跟你講 今天晚上我約了這個局太美了 全部都約模特兒 全部一定要都是美女 模特兒的友人 對…就是一定要約模特兒 就是一定要約一些美女 正經我克帆哥是OK的 所以他那天就約了好多 我也嚇得到 就是他難得約到一些 就是還不錯的女生 他真的有被摸壞… 神力克現實空襲 現場氣氛超幸福 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感到很自在 很輕鬆 沒有任何壓力 所以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我想要照顧你 保護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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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在關島最受苦的事情是 小馬太愛說話是不是 小馬至今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直在睡覺啊 因為他會一直講閃撞機或什麼的 閃撞機 但我這個人是不喜歡廢話的 我私底下其實話很少 後面有一次他很醉一直講話 是你笑說 你今天太吵了安靜一點 對 他後來就整晚都沒講話 不是 因為我跟他是高中同學 就是很好 而且我比他年長一歲嘛 那我平常其實我都很尊重 他要幹什麼我都OK 但是他畫腳都會開了 關不起來 真的 所以我會講話 我真的有氣到 就最後一天在坐飛機 我們要回台灣 然後大家都坐好了 那看完就比較後上來 他就坐… 然後後來就看 因為他坐這邊嘛 然後小馬哥坐這邊 然後他這樣對… 怎麼我到最後一天 因為我要回去的行程 我還要跟妳坐在一起 我真的就是往前走就不回來 小馬是很好笑 小馬很好玩 他喝醉很可愛 他…因為… 因為關島他們有一個 特殊的打招呼叫Hava Day 就類似那個Aroha 蕭蕭的Aroha是一樣 當地的那個土瓜就是Hava Day 然後他喝醉了 他就…他隔天拿那個 他的手機他自拍 他就給我們看 就是他拍一個空景 結果他一個人在走路 你只會看他那個鏡頭 一直在走路 然後那後面的背景是 他一直喝醉的聲音 Hava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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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喔 從那個Lavie整路 然後Softi Lavie 那個鏡頭一直這樣… 然後電梯 然後面對電梯 對 那個… 鏡子 鏡子 沒有 有一個招牌 上面是一個餐廳的那個電話 他在那邊Hava Day Hava Day Hava Day 然後一直拍拍拍拍 拍到他的房門口這樣 他就給我們看 你看我昨天好瞎喔 你看好瞎 這樣影片也要看嗎 他喝醉 然後回到房間 就是他會幹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不是 你們才瘋嘛 你們還看完整段影片嗎 不是 就覺得他很好笑 然後我們去逛街 後來就是他去逛街 他想買錶 後來他就問康哥說 康哥喜歡哪一種顏色 康哥說他喜歡這個灰色 他說好 我覺得他就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康哥給他買 他到時候跟別人講說 好不好看 康哥幫我挑了 好不好看 康哥幫我挑了 好不好看 康哥幫我挑了 他這樣沒有被妥宗康罵 沒有 康哥在那邊笑一下 我覺得他很好玩 對 他是一個真的經歷很旺盛的 所以他喋喋不休是 一戰聊雞的事 還有別的嗎 雞啊 人生啊 姓主啊 還有 還有很多喔 我就... 所以你悶壞 有一部分是因為這件事情 就因為我在房間如果... 因為我是跟馬國賢 為什麼那麼常hand out 就是因為我常常跟他出去晚上 聊一整個晚上 我很開心 可是我第二天我會不記得聊過什麼 對 小馬是 他講話他也有重點了 好像每一句我都要很... 就是很... 要回應 非常專心的聆聽 要回應 對 而且他再喝一點酒的時候 話更多 你知道嗎 所以我又跟他一煎 然後到第一天我就如果 我不擺出一點小小冷漠的樣子 他可能會講不完喔 所以我就只好一直Stay那個狀態這樣 OK 對 然後我記得在婚禮結束以後 妳不是問我 我怎麼唱歌只唱一句 然後我就有感動 After Party那個晚宴唱完 我不是唱 And I swear 對 然後全部人就開始接 結果小馬就開始接 然後我就不唱了 因為那個有感動 小馬還說 克帆哥 你怎麼都... 你怎麼只唱一句 你知道嗎 就是那一... 因為我們坐那一車太好笑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跟克帆哥聊天 他太好笑了 然後就聊... 我就轉過去跟老頭... 跟文明哥聊... 然後就聊一半 然後就聽到小馬哥 我跟你講什麼... 然後他們兩個表情都是 然後就轉過去就看窗外 就終於不回來 可是聽說馬國賢 是到每一個景點都要拍照的人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 他很像觀光客 就是我覺得 藍藍的天就是他 而且那個時候晚宴快要開始 就一堆人就因為他 對 那晚宴開始 因為那時候夕陽正準備吸塵的時候 那顏色很藍藍的 很漂亮你知道嗎 你們今天帶來的照片 全部都是空景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看那個景很漂亮 所以我就想到說 我想去那邊擺一個 憂鬱男孩的那個感覺去拍照 結果因為剛好有一支路燈 然後那個整個藍色白色的交接 我就走過去那邊 我的婚禮已經要開始了 他說他最後一個人在路燈那邊 全部人都在拍照 沒有...我這邊這樣憂鬱 可以 你們這一次去的時候 有人因此覺得說 你們將來也要辦這種 熱帶島嶼婚姻的嗎 想 就看到頭痛上那麼累 你們還是想嗎 我個人... 因為這是我第二次參加島嶼的婚禮 因為我第一次是去泰國 可是那一次因為只有一對 然後就感覺沒有那麼強烈的 想要辦這樣的婚禮 可是這一次去就覺得說 辦這樣的婚禮真的很好 因為我覺得說不會去影響到別人 然後又很輕鬆 因為你看我們是參加那個 在教堂堂典禮完之後 我們去晚上的After Party 我們是直接穿 回去換短褲 穿件T恤我們就去吃了 然後在吃的當中 他一跳舞 我看不過去我就跟他尬舞 我們就在那邊跳起來 然後整個氣氛就很開 你會跳舞 會 很會 那天就是他先跳嘛 我看不過去嘛 所以我怎麼可以讓他 他會...他是會跳的啊 我們也會跳啊 他以前可是紅孩而已 對啊 我們後來就尬起來了 所以後來大家才... 氣氛才起來 今天聊到椭中康在關島上面的浪漫婚禮 看明星們講得津津有味呢 而今天現場 我們也出現了一個突發狀況 在看完這個突發狀況之後 說不定未婚的觀眾朋友們 馬上也會有想婚的衝動喔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單身女性 給她們鑑賞一下 因為我聽說我們康熙的團隊 有那個要...今天要打扮好了 有 然後只是出於無目的的打扮 可是看起來樣子還不錯喔 他們好像每一次錄影前 都會有主題 好 那個恩恩 把恩恩請進來好嗎 真的 來 歡迎 真的 真的 假的 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他在我們身體裡面最正 我覺得滿漂亮的啊 來 給哥哥們看一下 來 可以到這邊嗎 來 你過來 請哪裡跟我們解釋一下那個 康熙的工作團隊化妝來是什麼意思 就有一個主題這樣 什麼主題 就... 我不知道要問小玉 不是 我說你們打扮的目的 是想說怕攝影機拍到你們嗎 沒有 因為...不是... 因為今天有辦一集那個 千金的單元 就想說他的可能 有哥哥或是弟弟會來 我們就可以... 趙哥又見了 想要把自己推銷出去的意思 你們有不考慮就是說 有 剛剛我有考慮啊 演藝圈外的人可以嗎 不是 因為剛剛你們四個都沒來啊 就是他一直很著急啊 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兩句 真的嗎 那你就跟他求婚啊 沒有... 對 我們走進來的時候 在二樓叫是你爸爸的 因為他很急嘛 我們幫他叫一下 應該有留電話 可以求婚就預演一下好了啦 你覺得馬國賢怎麼樣 不好笑啊 不好笑 不好笑 可是我給你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今天其實有一個千金的弟弟 他有注意到你 有 真的 而且他剛剛跟我們講說 他想要再回來看一下你 真的 他還滿可愛的 漂亮啊 漂亮啊 漂亮 大家進場囉 來 我們歡迎這位小開 歡迎她去參 歡迎大家逗戰 eliminated esta أ稱心 還在... 這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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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誰嗎 但是我很意共 我們很專業啊 ker 你是恩恩的男朋友嗎 問題是你是誰 我就說你的背景是誰 我也是金星的員工 你是哪個節目的員工 原本在我咬 現在在王牌大經典 然後你跟這個女生是什麼關係 我們是男女朋友 你們交往多久了 半年 你手上拿著花要幹嘛 花腿 這可以… 這可以剪掉嗎 來 請 請說 全比起立 花腿 可以嗎 來… 我準備一人 還有… 什麼東西啊 有道具 來…欣賞 要裡面一點… 道具啊 裡面一點 加油… 很短… 很長耶 沒關係… 雖然我沒有華麗的言辭 但是我有真心真意的肺腑之言 雖然我沒有強壯的手臂 但是我有足以讓你依靠的肩膀 手在抖耶 雖然我沒有高大的身材 但是我有為你掌風遮雨的決心 雖然我沒有用之不竭的財產 但是我有養家活口的能力 雖然我們交往才短短半年 但是這段時間我非常快樂 雖然我已經跟妳說過很多次 但我在這邊還是想再說一次 跟妳在一起 我真的感到很自在 很輕鬆 沒有任何壓力 所以我想要一直… 所以我想要一直和妳在一起 我想要照顧妳 保護妳 有句話叫做 恕不要疲 必死無疑 人不要臉 天下無敵 今天有麻煩康永跟跟A10姐 幫我這個忙 以及耽誤其他現場的藝人來賓 還有現場所有工作人員 收工回家的時間 看在我這種表演的份上 希望妳可以答應我一件事情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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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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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戒指 雖然不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但是這是我媽給我的 它有一個很有意義就是 這是當時我爸跟我媽求婚的戒指 現在這個都是屬於妳的 我愛妳 請妳嫁給二娃 我愛妳 請妳嫁給二娃 我愛妳 請妳嫁給二娃 妳現在說NO會很尷尬 所以幾次要出來就看妳了 我跟你講 妳願意接受這個戒指嗎 我願意接受這個戒指嗎 我願意接受這個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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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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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料到會發生這件事嗎 沒有 妳喜歡這個求婚嗎 從什麼時候開始 不是 為什麼要在我們節目 對啊 妳們興趣有在很多節目嗎 因為她是剛激烈人 恭喜你們 好 謝謝… 很高興你們享光在我們節目 美好的回憶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辛苦喔 小燕在你的節目 謝謝大家